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看病 一个是孩子们的教育 中国从周朝开始 基本上就树立了敌长子继承制 那么家长对下一代进行培养 孩子们长大了以后 反哺老人 这是一种常理 即便到了现在 很多旧的传统 道德都已经丧失了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武力的 这种不摘扬老人的 打骂老人的 但是绝大多数地方 还是秉承了 中国一向以来的传统 做父母的 做长辈的 做父母的 做长辈的 辛辛苦苦的 指望给孩子 也有一些 挣下一点家产 也有一些 忘子成龙的 在学习 梦母三千 希望孩子能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能够长大成人 懂一点做人的道理 其实有一部分人 迈出国门 他们确实是为了孩子 甚至还没有出生的孩子 他们对下一代 是寄予厚望的 也有一些人 是因为陪独的原因 离开了中国 前几年 我们看到一些极端的例子 有一个去日本留学的孩子 因为他觉得呢 他妈妈给他钱太少 留学的过程中间 因为他比较穷 所以呢 他觉得受到了同学们和社会对他的羞辱 在浦东机场 他妈妈接他的时候 他对着母亲捅了几刀 在浦东机场 他妈妈接他的时候 他对着母亲捅了几刀 他以后就窝在家里 高不层 低不就 我们都知道 孩子们的第一个老师 是自己的父母 尤其是自己的母亲 言传生教 对孩子们很重要 或者说 父母监督孩子们长大 对他们的性格养成 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们见到一些人 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去陪伴孩子们一阵长大 除去这两类 真正为了孩子出国的 确实不独 孩子呢 在内地 无论是幼儿园 还是小学 中学 大学 目前都不安全 红黄蓝刚发生不到一年 小学 中学 校园里面被欺压 被社会上的流氓欺压的都有 而且你几乎无法追责 大学呢 大学更麻烦 我们不说校园带 就光说那么一大帮的教授 是个男孩子还好一点 毕竟同性恋不多 是个女孩子呢 性格的内向一点 被谁吃了你都不知道 所以有一些人 真的是希望把孩子带出国 我见过一些 滞留在泰国的难民 滞留在泰国的难民 他们甚至在要求西方安置 在请愿书中明确的表态 即便自己走不了 也希望能把自己的孩子 被西方国家的基督教家庭领养 可能啊 可能这是一种策略 但是有一个我比较熟悉的 我能确认他是发自内心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对国内目前的情况 已经丧失了信心 没有几个家庭 觉得自己的孩子 在内地长大 不仅能茁壮成长 而且能身心健康 心里确实有这个谱的 我相信并不多 曾经有许多人以为岁月尽好 但是呢 红黄蓝的受害者 没有一个是低收入家庭 校园霸凌 即便是专业的国际学校 也从来就没有避免过 类似的事件发生 其实最简单一点 作为父母来说 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健康的长大 能够在一个相对友善的地区 锻炼出一个独立的人格 他能够自由的思考 尽情地享乐 尽情地享乐 他能去玩自己喜爱的游戏 交一些他觉得合适的朋友 作为家长 我们不能说把这个孩子带到社会上来 就放任自留就不管 因为他们不是自己打报告要求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是我们带他来的 我记得二十年前河南有一个案子 应该是一个旅权主义的案例 有一个姑娘她把她的父母告上了法庭 你们为了自己的享乐 把我带到这个悲惨世界中来了 有吗 其实在十几岁的叛逆期 很多孩子都有过类似的想法 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呢 他总有一段时间 他会觉得父母特别没有用 你不是富翁 你不是权贵 你不是高智商的精英 你给我遗传的因子不好 所以我现在不能做学霸 我不能做富二代官二代 有 都有 我小的时候也比过 我爸那时候跟我说 你看人家 十几岁人家怎么样怎么样了 是吧 那干了我十二岁就拜相了 是不是 我的回答很简单 我说刘邦47岁就造反了 华盛顿52岁就当总统了 你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成长过来的 为什么孩子会有这种想法呢 不仅仅是叛逆期 而且他的环境不对 就在中国内地目前的这种环境里 这种攀比 你是避免不了的 你说我把孩子教育的多么成长 他从来不进行这种攀比 他心里是不是有攀比过 他有没有跟同学说 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有条件呢 把孩子送出去 尽可能的家长 陪伴一个 或者两个都陪着他 对华人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因为我们有这个传统 即便孩子们 不再瞻养父母了 那么我们这个民族 资源向孩子们倾斜的这个方针 是没有变过的 不管你这个家庭是有钱的 还是没钱 重男轻女的呢 有一些 觉得儿子应该培养 女儿就无所谓了 就这种家庭其实很多 你像中原的河南 沿海的两广 福建 总体而言 我们整个这个国家 从南到北 父母对孩子的这种牵挂 这种倾斜 是一致的 其实对孩子最好的 是给他一个未来 不一定要给他很多钱 孩子们的性格养成 他今后的人生道路 其实是在他很小的时候 七岁以前 最迟不能超过青春期 等到他二十岁了 大学毕业了 或者说上大学的时候 他要加入共产党了 他就写入党申请书了 你那个时候再给他钱就晚了 你别说把他送到美国 你就是把他送到瑞士 他也不一定能流转过来 孩子们的世界观养成 是一步一步受到环境的熏陶 我小的时候就听说过 美国呢 它是孩子们的天堂 其实走出国门以后我才知道 不仅仅是美国 我到目前为止只跑过两个国家 一个老挝一个泰国 我发现这里的 飞行走兽 它是不怕人的 鸽子它能从你的手上 去抢食 你靠近它的时候 它甚至不会起飞 它对你不熟悉的情况下 它只是往旁边躲一躲 散一散 让一让 挺有趣的 老我五岁以下的孩子 生命是全免的 一分钱不用理事 教育呢 正常的学校 小学生一个学期 也就收三四十万老币 合着人民币三百块钱 两百多块三百块不到 大学呢 国立的大学 一年对老我学生收的学费 是一百五十万老币 合着人民币一千二 相当于他们本国 一个公务员 一个月的工资 其他国家更优厚的条件 我不知道 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我不说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对孩子来说 大多数国家是没想过 在他们的教育医疗各个方面去挣钱 他们很孙普的 把孩子当作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未来 我们改变不了内地 现在的各项搜费 其实不仅仅是收费 更多的是攀谱 孩子们学习好不好 孩子们穿得怎么样 零用钱够不够 甚至他们带的书包 他们用的手 他们用的手机 都是互相攀比的对象 每个国家都这样吗 其实大多数国家不是的 很多地方 校车送孩子 送不到校门口 就自己家长开车 送不到校门口 你校门口有一段距离 老师就在接了 校服书包都是统一的 有零用钱 你也不能出校门 你啥也买不了 手机大多数孩子 上学的时候是不允许带的 你就是买的再贵 你也只能丢在家里 那么我见过一些富裕的 坐着大房子的孩子 他经常到周末 去邀请一些贫穷的 但是跟他处得不错的孩子 一阵去到他家游泳 或者到外面 到公园 那一般来说都是由他的母亲开的车 一家一家的去接 我看错了吗 我的孩子上了五年的学 每一年都会有新的同学 我们家孩子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我们家小狗生的 生的小仔和我们家养的热带鱼 生的小鱼 他每年都拿这些东西 做礼品 邀请同学们来玩 自己来选小狗 自己来选他们喜欢的小鱼 有的时候连大鱼都给我捞走了 我在重买呗 那咋办 孩子们长大的过程中 他们不一定要很多作业 但是他们要伙伴 他们要学会的是分享 我们在内地经常看到一种宣传叫什么呢 不能让孩子说在起跑现场 你确定起跑的每一个 都是人吗 我们见过很多孩子 学习成绩不好 义务教育阶段到无所规了 上高中呢 靠家长去给他买分 甚至上个大专 都要交赞助费 不停的复读 花再多的钱 都想试图有一本文凭 去做一个人上人 最后呢 拿的工资还不如一个民工 扎钢筋的一天 还能拿一两百块 一个立工 可能都能拿到八十块钱一天 现在大学毕业的这些 第一年的这些学生 即便在北上往生 他们对自己的薪酬 都是要求在四千五千左右 可能有的更多 没有家庭的资助 绝大多数孩子 自己都不能凭他的积蓄 来完成他的婚姻 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孩子 都在为整个社会的 不公平这种恶性的循环 去提供资源 最后呢 最后带来的是 一身毛病的孩子 高分低能的 确实不多见 因为学霸不多 学着一身有理由气的 当父母的都不想认的 那你没责 你得端着 这是你自己生的孩子 说句良心话 我对孩子们的要求很低 我只希望他们能健康的长大 当然了我这话说的有点牙疼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儿子成绩很好 从小学开始 他就是保送的 三门主客都是免考的 重点是中学 全联级第一 但是我对他 还是很不满 我觉得他男子汉的个性不足 有点凉凉腔 跟绅士没关系啊 每天做做业做到十一点 做到十二点 考试他能考到满分 但是童年的乐趣相当上当上 我小的时候会玩的这些游戏 他都不会玩 他连爬速都不行 虽然他有一身腹肌 那是干什么呢 学武术的 学武术的 锻炼的 锻炼的结果只是强健了自己的四肢 没有胆气 没有血色 就按我最低的标准 爬个树抓个资料摘个核桃都不敢 我的女儿一直跟在我的身边 现在还在上小学 但是他什么事都敢干 小的时候为了他 我多次的向幼儿园 甚至向游乐场的这些家长去道歉 为什么呢 两三岁的时候 在游乐场玩玩具 他需要一个积木 他为了获得他所需要的这个造型的这块积木 他能一脚把别的孩子搭好的这种积木 给他踹掉 然后他把他抢过来 甚至比他大一点的孩子 哭着闹着去找家长 我就只能赔一条钱 是吧 当然了也有人跨过我 因为我要这个孩子比较晚 是吧 我又掉头 剃个光带 长出来呢也是一头小白毛 有一天晚上他骑在我脖子上 我带他去逛街 他看到一个玩具 晚上了啊 就是那种发光的玩具 地摊户 十块钱一个 还不错是吧 我觉得这点钱我付得起 我就帮他买了一个 他继续骑在我脖子上 我们刚准备往前走 那摊主来了一句 说小姑娘 你爷爷对你真好 一晚上的好心情被炒光了 现在我的孩子 英文不是很流利 老我语泰语都会一点点 中文很勉强 数学是满分 放假之前老师找我谈过亲 开家长会的时候 专门把我拎过去训了一顿 他说你要抓紧啊 要给他赌席啊 这个那个 我说我对孩子的要求不高 我只希望他能够快乐 能够健康的长大 假期的时候 他凭自己的兴趣 他要查一个电视剧 他要查一个动画片 他就在用拼音去一个一个的敲字 不懂得他经常来问我 这是什么呢 兴趣 他有兴趣他自然会去学 他也有爱好 他喜欢绘画 他画的一些 手工绘制的一些包啊 一些这些东西啊 小礼品啊 我一直保存 我从来没有让他 去刻意的去学什么 我尽可能的让他 自由的去发挥 其实孩子们呢 他们非常容易适应外部的世界 外文他们可能 书写的不是很规范 但是口语交流 对他们来说 也就半年的事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 带孩子出来后悔过 如果有条件 我就希望他这样长大 他快乐 我看着心里也舒坦 最起码他不会是一个勾心斗角的孩子 他用不着费心费力的 点灯熬游的 深更半夜不睡觉 去赶作业 去当学霸 历史上 中国出现了很多状元 最后呢 有几个青史留名的 靠你在学校学 学那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就是你得背着滚瓜烂熟 但是一个字 你都不敢在外面提的 靠你去学那些会史 以后再慢慢纠正 再把你学过的东西 重新再流转过来 我觉得他们读的书 文史方面很多都属于那种盗版 跟真实的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让孩子看的应该是三国制 他们教的是三国演义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条件 尽可能让自己的孩子 有一个健康长大的环境 不要花费了很多代价 花费了很多精力 教出来一个 卖书不分 没有任何人 没有是非感的 共军的一个奴隶 无非就是一个公义 你为政权添砖加瓦 他能记得你吗 不会的 不会的 你就是为他献出生命 至多也就是一个无名英雄 我自私的认为 孩子是我的 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 我就应该对他负责 我有绝对的自信 自己挣钱给自己养老 我从来没有奢望 让孩子们以后来孝敬我 我只是很真实地说出我自己的 对孩子的这种感受 我希望 对即将走出国门的朋友们 能够有一些帮助 谢谢你们 再见 谢谢